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2022年6月14号星期二的忍者无敌 我是摩尔头顾分析师陈坤仁 各位朋友不好意思今天一样在家里帮大家来做攀后解盘的录影 那不过感谢大家的关心我一切都好 只是因为法规的关系所以必须要被关7天 所以我一样这几天的话都会在我们家里边录盘后解盘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一样紧盯着盘市的发展 那不是因为在家里就可以混 那你会发现说这个是我们的负顶第二 连六红然后续创新高 那我们一样是恭喜我们的粉丝们恭喜我们的团队们 那但是呢这档个股不好意思我一样先盖牌 因为我再次强调因为这档是一个大波段 所以这档个股的话我一样在找所有的加码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这档个股的话其实我讲的比较坦白一点 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已经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分享给大家过 所以赶快把它切开 所以其实你如果是长期关注我们的频道的YouTube朋友的话 甚至像是LINE跟Telegram的朋友的话 其实你应该都知道是哪一档个股了 那如果你这个时间点才新加入我们的YouTube频道也好 LINE跟Telegram频道的话都好 这时间也请你务必来去做点选加入跟订阅按赞 然后分享加开小铃铛 因为我们真的有每天每天的盘后解盘 然后另外的话也有录制一些很棒很棒的教学的分享的专题 那甚至是说呢也有一些精选个股的分享会分享给大家 所以在节目刚才所说一样先借我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小聊 那另外的话呢也务必务必要来做我的LINE的忍者家族的加入 那我再次重申 我成坤人分析师合法而归的分析师 即使在公司录影即使在家里录影 那都是一样的就是我都叫成坤人 那我们绝对没有在另外的地方去开什么什么群组 什么报名牌的群组 但也就是下单什么群组 因为那都是非法的 甚至那是盗用的冒名的假冒的通通都是假的 那我们只有一个LINE的官方账号跟Telegram频道跟YouTube频道 所以务必来做加入 那你可以在我这边去做我要加入忍者家族的这个申请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用忍者无敌的当一个粉丝群 然后呢帮大家去做一个免费 而且是升级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直接加入我们忍者家族 那当然再次重申我们的会员团队 还有呢会员的粉丝 原来的粉丝群的话是会自动升级 不用再次点选去做加入 那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忍者家族 只有这么一个LINE的官方账号而已 绝对没有其他的一些那种什么群组 我再次重申再次强调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喜欢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也好 在我们的LINE跟Telegram都好 我很喜欢用数据 告诉你现在目前的行情应该看法是什么 那我会告诉你说 现在目前哪些 你值得去做留意的 哪些机会 哪些风险 甚至哪些个股的部分 那当然你会发现说 其实最近的行情真的比较偏正当一些些 然后到了今天清晨的收盘的美股的四大指数 竟然同步破了低点 那这时间点的台股 我讲的很坦白的 就是如果当美股再去做一个破底的过程之中的话 你想台股要能够直接向上 不好意思那是没有机会的 那原因真的是因为全球的资金 再去做一个调整的过程 所以这是必然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其实在全球的资金调整过程中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端倪 或者说像不一样的机会 都可以跟大家来做相关的说明 那我直接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因为我常常跟大家提醒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所谓的挫杀都会带来所谓的更低 那更好的买点的这种机会 其实你会发现说 其实前一阵子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美股那时候在破底 可是台股确实在走一个 就是震荡打底这样的过程 那震荡打底过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 避开一些所谓的外资的资金 甚至比较避开那种全资股的部分的话 都会领先 而且手稳的去做一个转强向上 所以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很多的股票 像富顶也好啦 像创意也好啦 那这些个股的话 其实都有领先大盘去做一个转强向上 那如果回来到我们现在目前的 美股的部分好了 我还是要重申一下 因为这几天 大家会经历到一个比较 大多的震荡 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CPI 美国的通膨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这一块 他创下了40年来的新高到8.6% 那这其实就跟之前的Fed主席 包尔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Fed主席包尔他之前就说 那个通膨已经是趋缓了 结果这个时间点竟然公布出来一个 创下了40年新高的这个数字 然后结果全市场都傻眼了 他想说 包尔你不是说6月2码吗 7月2码吗 这个时间点如果真的是 比你预期来的更高的话 会不会 你到时候6月要给我升3码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就真的 预期中也真的是在发生中 所以带来短线上面的美股 一个震荡破底 这样一个过程 可是你会发现说 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A股继续看下去 所以这时间点的话 其实那个新台币汇率的话 也在走一个区扁的方向 甚至像是台积电的话 今天又跌到513 这个真的 真的是没有资金效益 我真的还是要跟大家重生再重生 如果你很喜欢台积电的 投资朋友的话 你真的可能要跟他长相持守 抱好一阵子了 可是如果因为台积电 而受惠的股票的话 真的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多 所以你可以留意到这个方向 尤其是中小型的个股 尤其是受惠到先进制成的 尤其是不管是台积电也好 连电都好 这时间点因为半导体 因为金元代工 而满载的一些相关的受惠股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一档一档 在打底手稳转强向上的过程 所以我讲很坦白的 来美股破底的过程中的话 台股的指数只能继续整理 所以有很多很好的股票的话 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说下去 那也就我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就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真的有一些市场上面的 大型的机构们 大型的资金们 正在预期一件事情 他说 你既然通膨已经是高于预期了 所以我难免会预期说 你6月份的 6月16号的 肥德利率决设会议 你搞不好会升三码 而且你看 这是最新的Fed Watch Fed Watch竟然显示说 市场预期要升三码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新的数字 原本现在目前的话 是大概0.75%到1%的这个利率 然后呢 这时间点竟然有人 估到了1.5%到1.75% 所以升息三码的机率的话 竟然高达了95% 然后只有 那个4.7%的人想说 你之前报的那个 讲的说两码的话 那我们就来估个两码好了 所以目前市场上面 已经有这样子一个 提前去做一个预期 这样的动作了 可是呢 如果真的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到时候发生了 我说如果在6月16号 那天真的发生了 不管是三码 他就是 就是这样子 反正我也知道 你就是当时就估错了 那我们也跌了 跌了嘛 所以行情的话 就会在这边做一个 回稳 是开始走一个反弹 那如果真的到时候 6月16号 报尔他只有升两码的话 那升两码的话 其实就会变成超乎预期了 因为表示说 即使通膨这么高 你还是谨守 你自己当初的讲法 你一样是用两码 来告诉我们市场 说不用担心 那到时候的市场的话 我相信会有一波的 一个比较大涨的行情 所以不管是升三码 或者是升两码 目前看起来 已经是一个 市场上面去做一个 预先的调整的 这样子一个过程了 所以市场上面 对于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似乎已经有 跌已经先跌过了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其实如果你有看 我们今天早上的 盘前提醒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每天每天早上 在七点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到 我们在LINE跟Telegram 会看到的 我们第一则的盘前的提醒 那这份盘前提醒的话 我老实讲 就是我每天真的是 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 然后呢 看了国内外的大事 你看我们真的 就可以把那个美股的部分 都拔写进去 然后我也告诉你说 现在目前市场上面 在关注什么 我的评论是什么 那这个评论的话 其实都是我一个字 一个字打出来的 你看这边 这边 来 这个每一个评论的话 无论对或者是无论错 它就是我的看法 那我就是目前告诉你说 市场上面最终可能像 我的专业的看法在哪里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这些相关的一个论点的话 也都会被市场上面去 转传转传再转传 我也常常说 就是有时候我会在九点多的时候 我还看到有人把这份盘前提醒 就把它转还给我 那当然这份的话 其实就是那个 加入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看到 七点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 那你不用等别人转传 那其实我今天里面 那个写了一个 我觉得算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时间点 真的这样发生 那也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当行情指数在 挫杀在超跌的过程中的话 会发现有一些 那个有一些指标已经不跌了 那叫背离的现象 那我这边就像写说 其实你看哦 观察本次每股破底的过程中 其实VIX和油价的话 都没有再创新高 所以已经出现了背离的反弹现象了 所以这次的通膨的原因 真的是因为高油价的影响 可是呢 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一些 相关的FED的利息决议 只要厘清之后的话 其实台股依然有 那个所谓的投资价值 所以也真的会有很多的股票 在趋势成长股来 真的有太多 然后太多挫杀带来的 这种超跌的买点 可以说期待的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 副定第二 今天一样是差点涨停板 那一样是那个六天在震荡的 凡是在震荡过程之中的话 它一样去创高啊 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真的 所谓的背离这件事情 也带来了今天的行情的一个回稳 甚至算是 算是你如果看一下电子盘的话 现在目前还在反弹当中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看 如果真的这个时间点的 美股是破底的吧 可是如果当美股 在破底的过程之中的话 竟然所谓的恐慌指数 VIX指数 竟然没有破 那个三月份的那个高点 也就表示说 其实这个时间点的市场的恐慌 并不像之前三月的 那么样的恐慌 甚至像是原油期货 也不像是三月份的那个高点 130几块那个高点 目前是120几块而已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美股 在去做一个破低的过程之中 有很多的指标并没有跟着跌破 就像VIX也没跌破 甚至像是油价也没跌破 当然你会说今天的话 看起来也有一些 护盘的资金的影响 那当然这无可避免 原因是因为你看像 今天的金融指数 确实是比今天的大盘 来得更加的强势 那今天的金融指数 竟然还被拉到翻红 那讲白点 他就是那个官股黑手在那边做护盘 可是也会发现说 其实像这个时间点的美股电子盘 也正在去走一个反弹的行情 那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因为 白宫也出来喊话了 他竟然说 我们正在关注着市场上面的活动 因为现在已经跌到拜登总统上任的 那个时间点的低点 我想他们自己也受不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相信行情会在这边去做一个 短线上面 那个6月16号的时候 会做一个利空出境 那两码也好 三码也好 这次变成是一个市场上面 已经预期内 最坏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到时候就会展开了 一波的一个回稳 甚至反弹的行情 那但是呢 我还是要再讲一下但是 就是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看到的指数 是一个回稳的过程之中 我讲很坦白的啊 你想要他们能够直接 往上去做一个转强向上 不好意思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来2330的台机店 一样是皮弱啦 我讲比较坦白一点 因为这时间点的外资 他们虽然没有 就是就算是不再去做一个 Dub的卖超了 可是呢 这个时间点 你要他们能够快速的买回来的话 2330 他还是比较辛苦一些 他还是比较难一些些 因为毕竟外资 他们的买卖超 是一个大部位的买卖超 所以在这样状况来说的话 台积电也好 或像是联发科 底部不错了 这个底部已经算打出来了 可是他能够直接往上去做挑战 那个千元的关卡的话 还是稍微辛苦一些些 可是如果你发现一些中小型的个股的话 其实他们就这一点都会 领先去做一个转强 然后去做一个创高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大型股跟小型股 要去做分开看的这样一个动作的 那如果看到一些盘面的一些个股来说的话 我快速跟大家叠一下几场个股就好了 因为其实 我觉得每天的时间还是蛮有限的 来 这是 常常跟杨明 那今天他行情在震荡的过程中 他们去看到回稳了 然后呢 为什么会有回稳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每次到150几块的时候就有卖压 可是每次跌到这个 你会发现 到这里附近 128块这附近的时候 怎么又有那种默默的买盘去做进场 原因是因为 法人们正在做一件事情 他们在做是逢高调节 下手加码 然后呢 反复操作连绵不绝 那你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一个观念的话 你就可以用 你就可以用市场上面大资金 大部位的法人思维 来去看一下现在目前的行情的状况 所以你不用把一些个股 就是那个 超跌的股票去吃杀在底点 可是呢 如果有一些股票 他们真的是 那个逢高 有一些压力的时候的话 其实我的操作方式也很简单 我不会去追高买股票 我情愿在稍微低档的地方 用整理转强的方式 去做一个逢低的承接 因为那时候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 也可以跟大家去做一个相关的分享 杨敏言一样 我就不一定会再多说了 其实这个是这两条线 我再次重申 它就真的不是我画的 它就真的是 那个台豪投控的 喊出来的 那我们就去观察一下 他们一些韩法 你就知道 其实法人就在做这件事情了 那当然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如果有一些个股 他们真的是因为 短线上面有一些政策的利多啦 或像是一些 比较像是 题材面已经是 凌驾于基本面的股票的时候的话 你可能要小心一些 短线上面涨不过大的 这个现象 当然昨天的梗鼎跟长幼 都是涨平板 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你要抓 就是抓族群的领头羊 那但是你也 你要买 就是你要 你要买的时候 你不要看到他们休息的时候 你不要说 落后补涨能不能 能不能逢低买一下下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 落后补涨股 它既然是弱 它就是落后 那它就会 它就会 那个 落后涨 但是领先跌 所以如果当 跟你长幼 在这个休息的时候 那相关的 那个T20警戒 也可以有可能 会身边去做一个 稍微休息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之前 就跟大家说过了 跟他第一季的0.35元 它其实有很多 都是汇堆的收益 所以这时间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 这个时间点的最高 风险会大于机会吧 我就跟大家 就这样一个说明 所以长幼的部分的话 也是一模一样的现象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之前 也跟大家说过了 我的骨魔力 昨天给大家有图 有真相的看到这个图 这是昨天的 6月13号的时候 再次发出了 嘎空的讯号 但是嘎空讯号的话 不是买讯 不是叫你去做 这个逢高 去做一个进场买进的 因为我们的买讯的话 是在11块1这边 11块这附近 连续了几次买讯之后 它往开始一个 一波嘎空的一个 109%这样的大波段的部分 那当然今天是下跌的 所以我也再次重申 就是你千万不要看 我的分享的股票 就去跳下去买 币姐你买什么 什么之类的 你务必务必 就是自己要守好 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资金的控管 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帮助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 所以像今天的梗鼎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说 今天梗鼎 它就算是真的也这样下跌了 可是呢 我也顶多只是获利回土而已 我的滚膜力 我绝对不会在这边叫你去做一个买进 所以你看一下这边 也顶多只是变的是从109%赚成 只有只赚100%而已 所以这是梗鼎的部分 那这个观念的话 一样是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宁可 然后买进那种拉回首文转强的股票 然后我不要去做一个高高追高的股票 那就像是你看像那个358的快赛国家 都可以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 泰伯跟亚诺法到目前为止的话 他们就是一个 那个利多散叙之后 回归到基本面的过程 所以你看看那个比较偏弱的这样一个行情 那当然还是有不错的股票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像那种 今天有强势股 那358的升准 今天一样继续创高 而且今天一度想去做挑战涨停板 那你也会知道说 其实当时的升准的话 也是我们当时在 当时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 就大人哥玩鼓那个时候 就已经分享给大家了 那我觉得再次跟大家重申一个观念 就是我觉得我还蛮看好 今年的整个网通的族群 因为他们真的是有受惠到缺料的缓解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时间点有很多人在喊说 什么什么晶片荒已经不在了 我觉得那个喊太早了 因为如果就我们的产业的观察来说的话 我会发现说 其实它只是一个缓解的过程 但是你如果说 那个不缺的话 我觉得那个还 除非有一些产业 那种消费端的 什么驱动IC那个的话 你可能要稍微保守一点 可是如果像是一些 比较关键的 像什么车用也好 但一样在抢 然后网通也好 这只是一个缓解的过程 他们这个时间点的话 像是5388的钟蕾 他也说啊 他现在也只是只能满足 他的大概八成左右的订单而已 因为以前的话是他只能满足差不多五六成 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拿到一些料了 所以他这个时间点的话 他的货是可以出得出去的 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说 这些什么什么高库存的出去 你看台积电的库存也一样高啊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有一样的问题就是说 很多的一些市场上面的杂音 然后他真的会带来一些挫杀 然后呢一些更好的那种那个风低 让你可以去做直达进场的这个部位 然后尤其是我们刚前面说到的 他既然已经是指数杀 杀到一个破低点了 可是我却发现说市场上面不恐慌啊 就是我们刚前面说到的啊 就是 哎呀怎么怎么像那个什么 VIX也没创高啊 然后油价也没创高啊 所以这时间点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现象是渐渐的去做一个回稳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当然我也常常跟大家重申再重申的 就是这时间点真的有有太多 然后太多太多的 所谓的挫杀的趋势成长股 尤其是以中小型的个股为主的这种成长股 那当他们如果真的有一些被挫杀超跌的时候 你反而应该要把握那个跌出来的机会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那个腹底 861的腹底 你看我如果像我今天早上盘前的时候 我也有跟大家说来切一下画面来 这是今天早上的盘前哦 那今天早上盘前的话 我也有点一些我看好的一些族群 或者看好的一些现象 比方说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时间点台股真的具有投资价值 有一堆的公司 他们都在都在实施他们的库长股 他们是用一个用钱来表示说 他们真的被委屈了 或者是说你看像那个MOSFI 那那个马来西亚那边缺工的影响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像像英飞林 像安森美这些相关的 那个188到底这些相关的大厂的话 都有受到一些冲击 所以我们自己的国内的台厂的话 像腹底尔尼克森这些相关的公司的话 其实他们都会有不管是长线也好 长线是趋势的 然后呢短线上面来说的话 也都是所谓的那个转单的这一块的话 都可以都有都有都有机会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有很多的股票 都在之前的那种挫杀的过程之中 然后呢都带来一些 我觉得比较比较不错的这种 这种好的那种进场点 那当然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这边已经是破了平台 然后V转向上了 既然已经V转向上这边已经几乎要翻 接近一倍的这种 接近一倍这样的涨幅的时候的话 其实你这边可能就不急在这边做一个追高 可是趋势成长股的话 拉回收尾我觉得一样是可以留意的 这个好的买点的地方 那当然那个另外的话 还是跟大家重申再重申 这个重点来了 这里 下一页 固定第二 我们之前一直不断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 有很多的股票其实已经是涨上去了 我就不会再去做一个追高追价的操作 可是呢 有很多的股票的话 都在这个时间点有那种拉回 然后呢手稳去做一个转强 那这些相关的股票的话 只要是去市场股 只要是避开那种外资再去做 比较大幅的卖超的那种电子的全职股的话 都是我现在目前 我就关注的一些族群的方向 比方说像是网通也好 或像是比方说电动车也好 甚至像是半导体 有一些个股跟族群 我觉得都是这个时间点 是你可以去做留意的部分的 所以回来到我们 那个今天跟大家讲重点的话 我一样是看好复顶第二 那复顶第二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先真的跟他说过了 来 这里是错杀 我就说 这里是四月底 五月四月底的时候 好股票 坏股票通通一起跌 所以这一次的话也是一样 错杀 带来了更低 然后更好的买点 那这一次的话 他这边就做一个打底 然后呢相形整理的行情 然后整理了好一阵子之后呢 在这边去做一个转强 转强第一天就是涨停板 然后呢 涨上去的过程中 刚好遇到了一个行情震荡 所以他在这边 行情震荡的时候 他就 老实讲 坦白讲 他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他本来要直接上 可能要直接上去的 可是 他也跟着行情一起震荡 震荡震荡 再整理整理整理 然后你就发现说 今天好像 好像 似乎 行情有渐渐的去做一个回稳了 然后就 股价 就在那边去做一个创高 而且还是连续六红 这样的创高的部分的 所以有很多的股票的话 其实我觉得 在 行情在震荡整理的过程之中 那你可能会有 好股票跟坏股票 都有可能会被 一起被 被影响到的这样的现象 可是如果真的在 行情渐渐的厘清 或行情的一些相关的 不确定的利空淡去之后的话 其实这些个股 还是要回到 他们的成长的轨道 所以这时间点的话 其实我们正在一档 带着一档 我们的会员去做操作 那我们会 紧守好现在目前 行情震荡的过程中 我们用分批的方式 所以这时间点的话 我还不会把我们的 那个副顶第二 拿出来开牌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还要嘛 那这时间点 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 一起来去做买进的话 也欢迎交我们 获利的团队 所以你可以用 LINE的方式 来跟我做 私讯的洽群 可以用小老鼠 DR-E-N-888 或像是用 电话 0800-66 8085的方式 用来来帮您帮我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 我一样再重申 就是说 你如果加入我们团队的话 我真的会帮你去做好 每一档的持股的检视 太弱了换墙 那如果你这时间点 你不知道 你现在目前的持股 可能一缸子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前几天 我也刚收到了 就是几份 真的是蛮多的 那个持股诊断 那我一样在家里面 来帮我们的会员 来去做 每一档各国的持股的诊断 那我一样是跟我们的 我们研究团队 保持着密切的 那个LINE的方式 然后用团队的方式 然后把现在目前市场上面 的一些氛围 把现在目前市场上面的 最密切的一些脉动 把它抓得清楚 然后把握好每一档 个股的精准买卖点的操作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目前 可以做的地方 那也欢迎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如何操作的话 也欢迎叫我们团队 那也预祝各位投资朋友 获利888 谢谢大家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